這時候你可以製造假的通話失敗 來 我們這時候往下滑 把非常模式打開 哎唷 欸 沒收訓囉 嗯 嗨 大家好 我是咪萱 我是阿姨 我們今天呢 又要來跟大家更新 iPhone隱藏功能 欸 超級久違又要來分享了 而且現在iPhone 13出了 嗯 iOS 15也出了 對 有更多更不一樣的版本跟功能 來講一下 然後還有一些我們最近發現的舊功能 但是超級好用 必須要爆給大家知道 來 第一個呢 我們人身安全現在很重要 然後現在也常常會有一些怪人 這時候家人都希望我們隨身攜帶警報器 但其實 有些人就是很懶不想帶 對 我就覺得好醜 然後又好麻煩喔 所以呢 我就發現iPhone本身就有類似警報器 跟馬上幫你撥打那個報警 SOS的緊急電話 首先我們先來到設定 然後我們點進這個 SOS緊急服務 這時候你要檢查一下 你第一行這個 透過側邊按鈕通話 你要把它打開來 然後它呢 就是讓你緊急實況 你按5下側邊這個按鍵 它就直接會有那個警告聲 然後再馬上幫你撥打報警電話 然後警告聲是最下面這個 倒數計時警告聲 就是在撥打之前呢 它會撥放警告聲 就是嚇走那個壞人 對 所以它有可能就會直接跑掉 也不用真的到報警 那我們也可以把它關掉 對 我們試一次喔 5下 連按喔 1 2 3 4 3 2 1 3 2 1 它就直接打出去了 所以發生任何事情 警方馬上就接聽了 它應該也會增設你的手機定位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保護自己的方式 大家通通都要打開 希望大家都沒有要用到的一天 就是開著以防萬一 那接下來呢 也是一個非常便利的功能 但我們兩個有點晚才知道 有點悔不當初啊 iPhone呢常常都會使用備忘錄 那備忘錄呢 除了我們可以拿來記事 或者拿來畫畫之外 它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用功能 就是文件掃描 我們常常會需要一些電子檔啊 或是正鍵要上傳 對 這時候就拿來用 我們直接試給大家看 一般的照相跟掃描功能有什麼差別 來 好 我們現在就這樣發票 我要拍它的話 我要先到它的正上方 嘿 這樣子按 但是呢 如果我們使用備忘錄 然後這邊有一個相機功能 裡面有手描文件 我們這樣子的話 有沒有看到已經有一個東西 我根本沒有按它就手描好了 而且它還有自動幫我偵測文件在哪裡 然後它其實也可以手動調整那個邊緣 萬一它沒有偵測到精準 你可以把它拉到精準的位置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張的差異喔 這張是我拍出來的照片 就是很明顯 我放在桌上浮浮的 還有一些陰影 然後看起來黃黃的有點不清楚 對 請看我們的掃描檔 哇 它是不是跟PDF檔上面長得幾乎一模一樣 對 它就是那個對比已經變得很清楚 它那個黃黃的地方都幫你修半徑了耶 然後變得很正 就是不管你怎麼去拉 它最後都會幫你拉成一個就是正方形長方形 那個標準的大小 對 文件該有的大小 對 不會就是YC扭霸還是零形 超級棒耶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用啊 然後接下來呢 是一個iPhone裡面存在依舊的系統 但我們真的是最近才驚覺到它真的是很棒 好用 很厲害 就是它內建的尺 其實意外的蠻精準的耶 對 這個測距離呢 看你放在哪裡 它就是長的這個樣子 我們直接來測一下這個杯子有多高 直接從這邊我們按一個加入點 然後再往下移 移到這個結束的地方 它就說它是12公分 這個通常是蠻準的 我在家裡用過很多次 跟我們用皮尺啊 那種測出來的差距 大概1到2公分 對 還是要量一下你的身高 來啊 我162 它說你169耶 蛤 168 欸 但我鞋子很高 我鞋子很高 我鞋子也高 我穿老爹鞋耶 等一下 那我這樣 163 很準耶 哇塞 欸它真的超準耶 這個測距離真的是很方便 好猛 我有時候在量就是我想要買一些櫃子啊 或者是那種凳子 我就會先用iphone測一遍 就不需要精準的計算去定做的時候 像一般那種大小的照看它有沒有比它大有沒有比它小 這種東西都可以用它來測 接下來呢下一個功能是內建翻譯機 現在可能比較難用到 適合大家出國的時候使用 真的 這個翻譯是內建的 然後它這邊可以選一些就是什麼語言 但我就不太爽它寫成這樣啦 但沒辦法 我們先將就使用一下 然後除了寫字之外它可以對話翻譯 假設我現在要跟外國人對話 但我不會講英文 我就用中文來跟它講 你好請問捷運站怎麼走 好 不好意思 我可以到阿馬鐵站嗎 我想要一杯柳丁汁 我完全不用選英文耶 它還蠻準的 英文真的蠻準的 對 這個是我們可以自己設定的 右邊這個三個點呢 我可以設定它要直接播放翻譯 或者是偵測語言這個 是我們可以設定的 然後還有一個辦法就是 左邊這個按下去 還有並排一個面對面顯示模式 你是台灣人你講中文就直接說 你猜我幾歲 Guess how old am I Maybe twelve 也許是 我直接用自己的語言 可以靠它來翻譯就能對話了 講英文的人看到就是顯示英文的句子 然後這邊中文它就是中文 也可以有日文 韓文西班牙文 法文 俄文義大利文德文 什麼都有 太神奇了 接下來呢 iPhone還有一個叫做單手模式 當你就是有時候手機越出越大 你手橫下的時候 有時候你只要單手滑手機上面就按到 它就會讓你的所有App變成 只有下半面顯示 你就可以在下半部去滑手機 你就找下排這一列 然後手往下滑 它就會變成單手模式了 這個大家稍微練習一下 它有一個就是那個角度 那個地方往下滑 你就很輕鬆變成單手 我真的超討厭單手模式 我就是滑東西滑一滑 滑到一半突然螢幕只剩一半 我覺得很困擾 如果大家也是很討厭單手模式的話 這時候教大家怎麼把這個東西關掉 怎麼關掉 好一樣打開你的設定 然後按輔助使用 然後這邊有個觸控 這時候有個叫做螢幕上框觸控的東西 把它關掉 關掉之後呢 你就不會再遇到那種 拉下來變成單手模式 不然就手霧 把它弄成單手模式的問題在了 關掉吧 嘿太謝謝你了 再來這一個呢 就是讓你的YouTube變成了背景音樂 像你需要開這個S-A-F-A-R-I 我怕唸錯 我們上次一直被唸錯 但我真的不知道正確發音是什麼 反正你就開這個網頁 然後呢 我們先隨便開YouTube 假設聽音樂 我們開我們的這個影片 你要用這個網頁裡面開YouTube才可以喔 你不能用YouTube的App去開 然後你這時候把它放全螢幕 然後下方往上拉 不是會變成這個 類似跳回整畫面的地方 然後你把它點到整畫面 這之後呢 你上面控制台再往下拉 把這個播放鍵打開 不是 今天呢 它就繼續播了 我就算把手機一路鎖定喔 還是在放 所以如果我YouTube是放音樂的話呢 我就可以這樣播著音樂 然後跟人家聊天還是幹嘛的了 然後這個方式呢 我不知道這是BUG 還是原本就可以這樣使用 它有時候可以變成子母畫面 但我也不是每次都成功 所以我不知道它這個成功幾準是什麼 我試了很多次 找不到頭緒 我們現在打開一個影片 好 一樣我們把它按成全螢幕 先這樣子 讓它顯示這樣之後按過來 它會出現 它有 你看 它是不是很奇怪 我剛剛也是出現然後再消失欸 但是你有曾經出現就沒有消失過 對 我再試一下喔 然後 還是我抓它抓得快 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這 然後放上 或者放上去 然後再打開我的 IG IG 我就是 韓國人 不要花 它可以放在旁邊 縮小在旁邊 然後再拉回來 這裡鎖定一定會關掉的 對 可是我有小畫面 這個小畫面 有時候會出現 有時候會消失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還是覺得有拉 有手動去拉它 希望有厲害的人可以告訴我 接下來呢 這一招只是挺健的 就是有時候你接到 不想接人電話 可是你又不能讓他知道 你不接他電話 或是你拒接 這時候呢 你可以製造假的通話失敗 來 假設你打給我 通話中 然後我要按 我按拒接 因為我現在可以按 對 這就是拒接 非常的明顯 想不到幾聲 就聽到語音信箱 就是他掛你電話 然後呢 另外一招 你打給我 他打給我當下 我開飛航模式 這時候呢 我就可以製造我 是收訓不佳的假象 來 我們這時候往下滑 然後按大家都知道 把飛航模式打開 來 不一樣了 沒收訓囉 所以這時候你在做壞事呢 你就可以假裝說 你剛剛收訓不好 接下來這一個隱藏功能 非常適合 需要時間管理的人 我們可以設定 你的app的使用時間 這個呢 我們要打開我們的設定 然後這邊上面會有一個螢幕使用 停用時間 點進去之後 第一個你看這個 停用時間 它可以設定你的停用時間 假設我現在白天 我就是要念書 我就是要遠離手機 我就可以設定 開啟停用時間 直到明天 或者是直到什麼時候 我可以排成 每天或是自訂天數 然後你停用時間打開 這個當下呢 就會只能使用電話的功能 跟你所允許的app 那你就可以去設定哪些是可以允許 哪些是不允許 你就可以控制 對 然後要限制的app 我們可以過來 直接加入限制 那我今天遊戲呢 假設我現在遊戲 將比人亡國 然後下一步 我每天只能玩30分鐘 我就可以按加入 然後到達30分鐘 前5分鐘 它就會提醒我說 你今天使用時間要到了 不可以再玩 有別人監督你的概念 這個也可以設定一個螢幕使用時間密碼 如果你需要這個的話 可能家長可以幫你設好 你今天表現得好 就是好多加15分鐘 它就幫你輸入密碼 嗯 我們常常玩遊戲 它會一直跳出幫我們評分 幫我們評五顆星 超煩 超級煩 遊戲就已經有時候是分game了 然後還一直要我評 然後我如果不評略過呢 每開一次它就會出現一次 教大家怎麼關 首先就到你的設定 這邊有個app store 然後這個按下去之後呢 有一個app內建與評分 關起來 關爆它 你就可以開心的玩遊戲了 然後我們最後再跟它講幾個 你更新iOS15之後 滿重大的改變 它現在出了專注模式 原本是誤擾跟睡眠 然後現在有個人專注跟工作專注 我今天可能放假 我不想要被工作打擾 我就可以設定說 誰可以聯絡我 然後哪些app可能不要出現 就可以有一個自己的時間 但我今天如果需要工作專注的時候 就是我不要有私人的東西 來干擾我在工作上面的情緒的話 我也可以設定一個不同的專注模式 來讓我們達到更好的工作 跟個人生活的時候分開 我覺得在工作上如果說你的電腦啊 還是手機在投影 投影到螢幕上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這個 就不會有私人的東西被大家看到 對 應該也有蠻大的程度 可以幫大家改善生活 因為畢竟現在 大家都用手機在工作 可能就是沒有私人時間 或者是覺得 所有時間都被綁住 分得開一點 你才可以真正的休息到 對 等一下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了真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網頁瀏覽器呢 它的輸入跟搜尋欄 變到最下面了 因為現在手機越來越大開 我只要這樣一打開 這裡我就可以直接搜尋了 對 我不用再按到頭頂 這個我覺得可以稱讚它 搜尋的時間更快 更靈敏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iPhone隱藏功能 希望大家都可以把這些新功能學起來 或是把這些有用的功能實用起來 那喜歡這影片 記得我們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咦 有什麼想說的話 希望我們終時也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就不要去放 想要支持我們的話 加入頻道會員囉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